中文字幕 李宗盛 这一期节奏很有意思 我在北京 我是在上海 我们收集了来自三十个国家的外国人的关于中国的五十个问题 如果你知道答案的话 可以在弹幕里面抢答 这个三十个国家里面有没有日本人 三十个国家里面 我们录完了 现在采访你就有了 有有有 麦克 可以 那有没有最后有没有关于你想想在中国体验 生活有没有想问中文的问题 那问你老婆或者问你 我想问你一个有关中文的问题 我的中文和你的中文哪个 这个太简单了吧 是吗 肯定是我的 肯定是我 肯定是我 导演我很尊重你但是 这是 中文方面 是吗 他除了每天都拍短视频外 每周还会进行三次游戏直播 每次长达三小时 你的好高 高楼是差点 你看 新音乐的中文好 新音乐的中文一直都好 新音乐的中文一直都好 这个是正确答案 所以这个没办法 我们来一个我要口令的比赛 然后再评价一下朋友们 你们这件事 你们给我们挑战一下 就 让口令 我解 熊驴 我们由你 跟我说 对 对呀,这我是对的呀 好吧,你对 他是住在北京的网红 以色列人高佑斯 高佑斯和团队十分擅长做短视频 而且很受年轻人的欢迎 因此,亮叔决定去拜师学艺 现在是一个交通发达 人口流动激烈的时代 一个人为什么要生活在那块土地 一定有着很深层的理由 外国人研究协会 是一家原创娱乐视频自媒体 在某些平台上 他们的粉丝量远超合之梦 这让亮叔非常羡慕 这是你们的吗 是她的,你的 我们都是一起的 都是一起的 我是送我老婆上班 学妹也送我自己上班 对,我来过这里 你来过吧 四年前,一般年的时候 这是你的桌子 哦,这是你的桌子 哇,好乱 啊,这是一个 道德经的西伯拉语版本 道德经是什么 就是道教的 老子啊 老子,道教 老子的 你看,西伯拉语版本 哦,西伯拉语版本 就是为了学中文教学的 古代教学的 道德经 哦 你喜欢看书是吧 算是吧 就是以前喜欢得多一点 这些外国人学会的 对,我们 有的人做学 我们没有办公室在桌上 那这是我们的桌子 那这是我们的桌子 你看,像我们本来也 哈哈,你的logo 被打住了 完了,没了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算是已经在这里办公一年的 然后这些我们的一些奖项嘛 啊 然后一些工作流程 哦,工作流程 哦,工作流程 哇,这个,好好学习一下 我们要经常做一些反馈 哦 还好,这个就是大家都差不多一个流程 没有 我们 我们太随意了 是不是 哈哈 随意 好啊 哈哈 我拍的 谢谢 谢谢 这里我一看我们同事们都是外点的 是吧 没有人来上班 现在几点 现在 现在 现在十点半 没有人来上班 对啊 哈哈 好好啊 不要给我们员工看 OK,OK 这个是这个片段就删吧 这个一定要 哈哈 解掉了 一定要保留啊 解掉了 下午 高又思有街头采访的任务 亮叔决定趁机了解他们的拍摄幕后 有很多啊 因为我们的横屏布和书屏布 我们有一个专门 我们有专门书屏的 书屏是有抖音的来的 然后横屏是比较YouTube的 好 这是问题怎么问题呢 因为它没有伞 十个 你以为十个 然后 然后被孕 哇 这么多 他们的视频 基本是以采访街头的外国人为主 他去哪 他去找这些 就在这附近找 就完全靠他去了 好 没想到 大家都靠你 他们不会讲英语 咱们其实可以 但是 还是不过我猜的话 我会 效率比较方便一点 好 嘿 兄弟 快 没问题 我太抱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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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名字是Ryze 我开了这个小议题的频道 东西 我太抱歉了 我太抱歉了 我找不到外国人了 怎么办 你直接去大西馆那里 不好意思 你是外国人吗 我不是 下一个 下一个 我问你 如果有一个日本人来中国 他千万不要说什么东西或做什么 如果日本人来中国 千万不要做的事情 对 就我刚才跟他们说了 就千万别忘带纸 为什么说 你是如何发现中国厕所没有纸 不断碰壁的高又斯 究竟会找到怎样的外国人呢 不好意思 你好 你好 我是Raz 我从伊斯坡 我发现这些很棒的频道 似乎有些外国人 有些外国人在中国 有些关系 我发现了 最后一天 我发现了 最后一天 我发现了 我发现了 不关吗 谢谢 拜拜 拜拜 你每次都跟那个 接手采访的外国人 就加微信吗 就加微信吗 你的微信里有多少个外国人 几千个吧 几千个外国人 几千个 可能六千 六千 这个人也大概有三千左右 所以接近一万个而已 一万个而已 对 我真的今天跟你们学习了很多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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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只会拍纪录片 不会搞这些短视频 短视频是特别不上场的 真的 我觉得我也不上场 就不说得搞 其实我把自己逼迫做一些 不一定自己很了解 我也不能说自己就是喜欢 天天把中国传播给世界 因为它不是一个爱好 它只是一个我确实在做的事 你懂 因为我被 我一直觉得我被 我们在自己的宗教里面 会觉得是被定上做这个 被 选上 like you're the chosen to do it 我 我是出生的那一天 嗯 你可以 百度一下 9月28号 嗯 你现在百度一下 9月28号 对 你就知道9月28号是谁的生日 然后你看我跟中国的命运在哪 哈哈哈哈 孔子 孔子出生日 我很小的时候我对世界完全不同 我爸爸看到了中国 嗯 所以我爸爸跟中国的命运 才是能代表 我的 真正的 怎样 连接起来了 嗯 来这里生活 然后在这里生活之后 就看到了更多的机会 和未来 然后后来慢慢的 就成为了一个做自媒体的一个这样的平台 嗯 这天 听说他有一个重要的会议 亮叔以拍摄为由 前去偷诗 我们就来说一个会 就是你要创业 好 就是本品的创业 就是 Hey guys Sorry 刚才拍了我一下 你好你好 对很好 好 好 OK Sorry guys 那吃到了放红包 哈哈 哈哈哈哈 所以 我觉得我们目前接采遇到一比较大的问题是 采完之后 剪开之后的感觉也就那样 搞笑吧 也有那么一点点搞笑 知识吧 也有那么一点点知识 所以我觉得 作为最核心的东西 可能得改 但是 用哪些改的方向 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想法 我有一个 就是 接材改革的一个想法 因为 就是一个 就是一个 接材调整的一个想法 因为感觉大家很喜欢看一些冲突 嗯 然后觉得 我们可以 设计一些冲突 而且我们也可以跟 一些热点去 结合吧 高又斯 在会议中几乎一言不发 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你刚才 没说什么 你每次都这样 没有 一千都是这样 现在 尽量不说话 听 不说话 特意 不说话 对特意 好谢谢哥 你来到一 sembra 好 你还在看你 好 好 你看你 你看你 你好 你日本人 对对对 你只能说了 对对对 听说你们今天要录 Podcast 对对对 他才帮我搞 因为是今天新的项目 然后我一个嘉宾是他 所以你们真的激烈了 要聊什么话题呢 不知道 我感觉让他说话 玩了一些坑 你还没有告诉他 没有 我体现跟他沟通一些内容 大概知道 随着公司的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高优思把短视频内容制作的工作 都交给了同事 而他自己的时间 则是花费在了新的事业上 高优思自己策划了一档新式讨论类节目 主要是和嘉宾围绕各种话题 深入讨论两个小时 且无剪辑 这是他为了开拓新的粉丝群体 而做的尝试 我觉得这种抛权就特别真实 真的把很多我想说的事情说出来 我也是 我也是 两个人的很正常的谈话 这是可能播客给我带来的一个启发 就你俩 我和他我们做的同样的事 我们都是不停在采访新的人物 我们在寻找一些有意思的人 然后我们在寻找他们的inspiration 然后我们真是用不同的方式来做 对 别人再说你就先会联播了 哈哈哈哈 I'm sorry bro 走了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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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anks for coming 那你原来想做什么 高中的时候的梦想和活动 说实话呢 我想做一个经济学的教授 哦 然后想做政治家 哦 外教官 甚至联合国主席 就是比较大的 这种大组织的领导 然后再到后面就是我被命运 安排到去上台 自己对镜头讲 然后突然被人家喜欢 然后我就发现这个事情 确实能够带动 我本来的梦想就是 我要有影响力 有人听我的想法 在这个世界之后 还有人会去讨论 去思考 去讲我的故事 热爱工作的高优斯 在生活中又有着怎样的一面呢 你们是 你们是 我们是从伊斯坡 我们是从伊斯坡 伊斯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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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这是叫 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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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吹它的时候 全国人民 在同一个时间 比如说早上十点会吹 无论在哪儿 无论是在高速上 或者在上班 或者在做任何事 我的耳朵都会听 我要一分钟 好难这个 做这个很难 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